淘汰厨房双水槽现在都用大担槽 果然是吸引的好 这个要用 切割剂得拿上 这么大个太阳你夜不夜呢 夜不夜 热不热 夜 为什么人家每天晚上破水电影节 成千上万的人 难道咱们就是这受苦的命 到达客户家 来看一下是个什么活 先到厨房 目标指指厨房水槽 这种双水槽呢 当年也是很流行的 这是客户新买的大担槽 看到这个大担槽 突然感觉这个空间有限 被电能装得上 还是先排一下尺寸 能装的话咱再动手 现在我们装修房子 像这种大担槽 你怎么也得学65以上的 70或者75的 像这个就是75的 排列完尺寸 安装是可以 尺寸刚刚好 先把这个旧水槽拆掉 这种双盘的水槽 它最大的弊端 就是洗锅的时候 比较麻烦 锅刚好放不进去 现在大家选单槽的目的就是随便盘子晚了 锅了都可以放进去 里里外外都可以洗 外边也不会借太多的水 确定一下我们要开洞的尺寸 盘的长度呢 是70 我们要切大一点 切71 这个盘的宽度呢 是36 那么我们就切37 也大一点 红线画出来的位置呢 这就是我们要切割的部分 把这一块全部都切掉 干这种切割的活 灰比较大 口罩也净 这是必备的 为了降低粉层 切割的时候 这个水千万不要断 一直喷 由于下刀比较深 也切到了下面的木板 但是木板一次性也切不透 冒起来的都是浓烟 切剂呢 有些鸡脚嘎啦 切不到 再用脚模机呢 把边修一下 到轨角的地方 还要建筑一下电钻 10英时配玻璃钻头 这样可以干打 水都不用加 这样我们第一层的台面 就轻松拿捏了 第一步的切割呢 就算完成了 现在我们把卫生呢 简单的收拾一下 接下来我们还要切第二步 放盘先试一下 厂家你这盘有问题啊 确定了是盘的问题 所以我们来给它校正一下 果然大力出奇迹 搞定了 现在放上去看一下效果 这回就和台面贴平了 第二步我们要切的位置呢 就是这个地方 有一个溢水孔 切割深度呢 两公分左右 这样就可以装上那个溢水管 切石头用石头的切割片 切木头还得用木头的切割片 简单先打扫一下 后面我们还要打几个孔 水盆上一共有三个孔 这三个孔全得打出来 再换一个麻花转头 要在三个孔的中心 打一个定位孔 再上一个四连的开孔器 从下往上打 把装水龙头的位置呢 都打开 木板的孔开大的目的呢 是将来装水龙头 怕它的丝杆不够长 所以开大一点 我们把它直接卡到 石硬石和盘上就可以了 水槽这一块的台面呢 防水要做好 这是之前打的窖 都已经发黄了 全部铲掉 一会儿我们重新打 这是56亿支的12倍防眉窖 这一块最容易发明的地方 台面装完了 我们先把盘装上 先不装水龙头 为的就是我们打窖的时候 可以一枪到底 中间没有接头 这个胶枪自带配乐 大家听着这个节奏 舒服不舒服呀 胶打完了 我们再装水龙头 这个时候就要小心翼翼 胶不能碰 有惊无险 终于装上去了 水管是从隔壁的 怪子里面引过来的 用的家常管 先把厨下的卫生收拾一下 刚才我们切的东西都在这里 液水管上盘的时候 就应该装上 刚才脑子短路了 忘了 液水管连接的地方 这个地方插得不太紧 大家可以选择用胶带再缠一下 这个管也有点长 取我们足够的长度就可以了 开水试水 这个盘还不错 出水还是挺松敞 玩活了 收拾工具 准备撤退 打完教的地方 告知客户 千万不要碰 千万不要碰 明天再收拾 OK不OK 哈拉瘦不哈拉瘦 拜拜 拜拜